等一下 突然不知道要怎麼說 這樣我的帳 Apple ID 直接被改掉 不用一分鐘 真的不用一分鐘 我也可以拿他的 Apple Pay 去刷卡買東西 WOW 嗨各位溫辰 一直以來蘋果手機的安全性 都是他們主打的特點之一 武器就因為小孩亂按密碼被鎖了48年 連續多次輸入了錯誤的密碼 請在2500多萬分鐘之後再試一次 嫌犯拖走手機 疑似因為沒辦法解鎖 就把手機隨意丟棄山區 雖然時不時都會有例外 小熊軟糖就可以破解iPhone iPhone 5出現安全漏洞 橘子皮竟然能夠解開指紋辨識 但是相較Android比起來 大家普遍還是對蘋果 有多一點安全上的信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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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近新聞又一如往常的 有破解iPhone的方法 而且這次呢 跟以往不同 他不只偷你的手機 而且如果我們是iPhone的話 我們第一直覺就是打開 Five My Phone 然後開儀式嘛 但是你以為這樣就沒事了嗎 這次根據新聞報導 他還可以反過來用我們不見的iPhone 去改掉我們的Apple ID的密碼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來實測看看 新聞報導上面破解iPhone 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是用它的系統漏洞 還是用什麼特殊的手法 最後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要怎麼預防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新聞報導怎麼說 根據華爾街日報 部分iPhone小偷 正在利用一種名為 恢復密藥的安全設定 導致iPhone持有人 無法看手機裡面的照片 一些被害人表示 取得手機之後 可以進入金融應用程式 然後把他們錢全部領光光 一般來說 要看到iPhone輸入設備的密碼 就可以用原本的密碼 改掉手機裡的Apple ID 也關掉找我的iPhone 讓他無法追蹤我們的位置 這麼厲害的嗎 所以我們剛剛看完新聞報導 上面是說部分小偷 是看到你的iPhone的解鎖密碼 再利用恢復金融的安全設定 這樣就可以改掉你原本手機裡面的 Apple ID的密碼 然後直接拿到你Apple ID的權限 直接關掉Find my phone 那我們直接來實測看看 好 那我們假裝我是小偷 我們就按照他的人設 我已經偷到這個使用者的密碼了 我知道他的密碼是0000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好 我們解鎖iPhone了 所以我們就來設定 恢復密藥 尋找iPhone 找一下 先關尋找密碼 然後因為我沒有 我不知道他的Apple ID嘛 我按忘記密碼 喔 輸入iPhone密碼 000000 解鎖重置i... 好 A B 123456 A B 123456 不夠安全 嫌我不夠安全 我會不會改又改就直接忘記啊 怎樣會比較好 Ping Cook 5566 Ping Cook 5566 夠可以了吧 喔 喔 喔 欸 欸 欸 這樣 這樣就 這樣就改完了 喔喔喔喔喔我已經收到訊息了 你的Apple ID 你的 這樣這樣就改掉了 沒了 所以我直接 就這樣 好快喔 就這樣嗎 這樣就結束了 欸 所以 我 我直接 欸 這樣 不然買iPhone就 就就就就就關掉了耶 欸快了吧 WAT 欸真的耶 這樣 這樣就改掉了 WOW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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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特然不知道怎麼說 這樣我的Apple ID 直接被改掉 所以言下之意 我就可以反過來去看 它裡面有什麼設備 我想要刪掉它的設備 我想要做什麼事情都可以耶 我也可以拿它的Apple Pay去刷卡買東西 WOW 就這樣 出乎意料的快 這個背道有點來得太突然啊 好快喔 真的太快了吧 背道來得太快 就像龍捲風 測到這邊大概就知道原理了 應該看到這裡大家都懂得差不多 簡單來說 這些小偷就是利用蘋果之前推出的一個設定 叫做 恢復金鑰 然後只要知道iPhone的解鎖密碼 不用一分鐘 真的不用一分鐘 就可以直接改掉你Apple ID的密碼 也可以看到你Apple ID的帳號 這 這 這就等於你所有東西被別人看光光耶 像是什麼你的設備啊 還是什麼你的照片資料什麼的 以前我們下載App的時候 都要打我們Apple ID的密碼 但是現在因為 Face ID或Touch ID用的實在太方便了 結果能下載就直接掃點或掃指紋就OK 都忘記自己的Apple ID 難怪蘋果要推出這種便敏的設定 現在看起來有點像雙面刃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幫蘋果澄清一下 這個背道的前提就是要知道你解鎖iPhone的密碼 但是現在解鎖iPhone 基本上都是用指紋或是臉部辨識 真的會被別人看到密碼的機會 老實說真的不多 但是我覺得有些情況 就是有些人可能拿到iPhone 會覺得說有了臉部辨識很方便 所以螢幕的密碼索就簡簡單單隨便按一按 反正我都用臉部辨識就好了 或是你幫爸爸媽媽或是一些長輩阿公阿嬤 設定iPhone的時候 你會怕他們忘記密碼 所以就想說幫他們設定簡單一點 000012345566 反正之後我們再幫他設定臉部辨識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下 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我覺得在真實情況下 這種機會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 我上面剛剛說的人 那種簡簡單單設定就好 或是你回去幫阿公阿嬤阿公阿伯阿 或是回避鄰居設定手機的人 就可能還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回去的時候趕快 或是現在打電話跟他們講一下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正常 應該至少會設定個自己的生日阿 或是自己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數字 所以認真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是不多 好最後如果你真的怕別人試成功你的密碼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呢 有有個設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設定有點刺激 就是在設定裡面的密碼 最下面有一個就是錯超過十次 它會整隻手機把你的內容全部清除掉 就把它打開 所以就只有十次機會 十次結束了 你的手機就直接刷新了 你裡面的資料也不怕被別人倒了 見仁見智啦 好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聞的直接實測 原來蘋果還有恢復金鑰的這個設定 真的是出乎意料 真的不用十分鐘 想密碼 要改新的密碼的那個規則 還反而花比較久的時間 好那這支影片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這一集對大家的一些資訊安全有點幫助 有什麼問題 或是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 我是陳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次參考一下